一般习惯来说 到了小年的时候就修功了 这是一个东庆庆祝的一个开始 第二个就是说 纪赵王爷的习俗 纪赵王爷这个习俗 其实它是劝人行善 中国人有一个俗语说 头顶三尺有神明 那么赵王爷是在你们家里头 是跟你非常近的一个神 他有监督你的作用 人生在世嘛 难免有些自己认为不好的事 那他弥补 弥补呢 我就通过这种 我给你糖瓜吃 贿赂一下 赵王爷 跟大地区汇报 监督的这一家情况 在嘴巴上抹点糖 让他黏着 或者是让他说的话是好听的 就说话话有口无蜜 小年作为中国民间的一项传统习俗 也称造神节 祭造节 这一民俗活动 早在汉代时就有记录 小年核心内容是祭造 在先前十七就已经有 有这样的一个祭造习俗 这个习俗呢 发展到了这个汉代 越来越成熟 东汉的崔石 有一部书叫四名阅历 这里头又记载了小岁 就是小年 那个时候的小年 比如说放鞭炮啦 聚集再快家庭艳影 出于这种家庭团圆的日子 到了这个宋代 就变成了跟祭造的这个习俗啊 就结合到一块了 一直就传承至今 在不同的地区 过小年也有着不同的习俗 北方地区通常在农历 蜡月23过小年 而在南方地区 则有蜡月24 25过小年的习俗 小年呢 在南北方啊 是有所不同的 在北方呢 更多的是蜡月23 在南方 小年往往是蜡月24 北方呢 其实呢 它到冬到蜡月的时候 农田就没有活 可干了 也不如都已经风冻了 南方呢 还可以干活 所以它要往后推一天 水上人家在25 它等于是多捕两天鱼 再上岸再去过节 北方呢 它是吃饺子 吃饺子多 南方呢 就是年糕类的东西多 因为它容易获得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是南方北方的饮食的不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 小年的庆祝方式 也在发生着变化 专家表示 虽然节日庆祝的方式 与过去有所不同 但是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不变的 应当鼓励新一代 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习俗中来 民书的传承和宝庆祝的 传承的是小年的 他的精神实质 是他这种喜庆的氛围的营造 亲情的培养 利用这个小年机会 出旧迎新 很小的孩子 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潜移默化的 他会置在脑子里 他们是一般玩动漫游戏啊 在他们经常触达 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们就应该增加这种 小年的年节的元素 让他们去参与 提供 足够的和有吸引力的产品给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